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3年,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一直处于低迷当中,疲软的消费需求拖累了记忆体产品的发展势头。 D-RAM和NAND等存储产品一直是三星电子半导体业务的重要支柱。 因此,尽管第四季度三星电子的D-RAM业务已经开始恢复盈利,却依然无法阻止整体业绩的下滑。 根据三星电子日线公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尽管近期记忆体价格有所反弹,但是整个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仍然疲弱。 第四季度,三星电子营收仍然同比下降3.8%,净利润下滑73%,但三星电子预计,随着人工智慧应用的扩大,2024年市场对记忆体的需求将持续复苏。 三星电子将重点扩大HBM、DDR5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以推动盈利能力的改善。 财报显示,三星电子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67.78兆韩元,同比下降3.8%,合并营业利润为2.82兆韩元,较上一年下降34.4%。 净利润的下滑幅度更大,达到73%。 三星电子2023年全年的关键财务指标也在下滑,综合营业利润暂定为6.57兆韩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4.86%。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三星电子该指标首次跌破10兆韩元,而全年净利润为15.487兆韩元,为近12年来最低。 按部门划分,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部门,DS从一年前的23.8兆韩元利润转向2023年创纪录的14.9兆韩元亏损。 不过,当前记忆体市场已经开始复苏,价格反弹,这使三星电子第四季度的亏损额少于2023年其他几个季度。 三星电子装置体验,DX部门第四季度销售额为39.55兆韩元。 营业利润为2.62兆韩元。 负责智慧型手机业务的行动体验公司NX的销售额和利润也较上一季度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智慧型手机销量下降。 展望2024年,三星电子将扭转半导体业务的重点放在人工智慧方向之上。 三星电子认为,人工智慧技术的普及将增加电脑和行动装置等的存储容量,同时也会促进伺服器对记忆体的需求。 这将推动存储业务的复苏,特别是市场对高附加值存储产品的需求。 三星电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尽管存在利率政策和地缘问题等各种潜在障碍,但到2024年,记忆体业务预计市场将继续复苏。 HBM无疑是当前市场最大热点之一。 AI热潮推升了HBM需求。 Trendforce预计,2023年全球HBM容量增长约60%,达2.91G。 2024年将再增长30%,另一家韩国存储公司SK海力士就受益于HBM的热销。 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营业利润3460亿韩元,扭亏为盈。 同时,韩国政府也将HBM确定为国家战略技术,将为HBM技术供应商提供税收优惠。 中小型企业可获得最高40%至50%的税收减免,而大型企业可获得30%至40%减免。 2024年,三星电子将持续加强HBM3和四伏器、SSD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增加TSB产能来扩大HBM业务,并及时量产HBM3E。 D-RAM业务方面,将量产E-Beta奈米级DDR5产品。 NAND业务方面,将率先进入行动QLC市场,并引领Zen5 SSD市场在生成式AI方面的应用,满足客户对高密度存储的需求。 AI大模型发展之下,海量数据催生庞大的算力需求,而存储技术提升是AI效能提升的关键,GPU效能提升推动了HBM、DDR5等技术不断升级。 人工智慧应用的增加,也将推动行动装置和电脑中集成更多记忆体产品。 这将成为三星电子压主公司获利的重点。 先前市场消息,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已向苹果、辉达等大客户揭露2奈米原型制程测试结果,并以2025年量产为目标。 苹果将为台积电2奈米首家客户,使台积电2奈米处于先进制程领先地位。 金融时报报道,三星准备以更低价格吸引客户下单2奈米制程, 目标是争取台积电另一大客户高通将部分旗舰晶片转单给三星2奈米制程。 这次,三星2023年第四季财报会议还表示, 晶圆代工部门取得2奈米AI晶片订单。 客户是日本AI新创企业Preferred Networks,简称PFN。 据了解,Preferred Networks成立于2014年,AI深度学习开发领域享有盛誉, 吸引过丰田、NTT、Finac等日本各大企业大规模投资。 此次下单三星晶圆代工2奈米,包括配套HBM存储晶片先进封装。 据三星布局显示,2奈米SF2制程2025年推出,较第二代3GAP的3奈米, 相同频率和复杂度提高25%功耗效率, 相同功耗和复杂度提高12%效能,减少5%晶片面积。 PFN作为人工智慧领域的佼佼者,一直走在开发尖端人工智慧晶片和软体的前沿, 旨在推动深度学习和物联网应用的发展,吸引了丰田汽车、NTT和日本机器人系统、 制造商发纳科等大公司的大规模投资。 该公司凭借其开发定制软体的深厚技术实力, 以及为客户提供超级计算机方面的丰富资源, 被称为日本最先进的AI公司。 PFN自2016年一直与台积电合作, 但该公司决定使用三星的2奈米节点来生产下一代人工智慧晶片。 对此,三星电子近日发布新闻稿, 以成功赢得日本AI巨头Preferred Networks Inc. PFN的首个2奈米, 公益AI晶片生产订单, 从而在2奈米先进晶片竞争中走在台积电前面。 消息人士称,这笔交易对双方都有利, 因为PFN可以获得更新的晶片技术, 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而三星则为其最先进的晶片技术争取到了一个实际客户, 从而在代工领域与台积电分庭抗力。 消息人士称, PFN决定放弃台积电, 因为三星提供从晶片涉及到生产和先进晶片封装的全面晶片制造服务。 首尔经济日报的一份新报告称, 由于三星已与PFN签署了一项新协议, PFN将获得最新的晶片技术, 从而使其在竞争对手中占据优势。 而三星则将继续推动其代工业务, 生产2奈米晶片与台积电竞争。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